我们当初原子弹都能造 你现在芯片都能造不出来呢 所以在中国制造的芯片 很明显不能满足华为这样的需求 芯片从原理上说它没有秘密 都公开的 但是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光刻机 再到那个硅材料 每个环节每个技术都需要有创造性 所以说它是需要成千上万的一个 更加先例 另外它一定是开放模式 它是由全世界的那顶巅的科学家 和科技公司共同完成 你比如说五纳米下的光刻机 它是美国设计的原理 然后呢是荷兰形成的产品 而这个产品呢 它又需要个上千家小型科技公司 提供零部件 比如说里面的激光器 就来自德国 就关于一个激光器里面 据说就有457329个零件 你们这个零件还要叫每个都要达标 所以说从这些信息一看 很明显芯片确实是一个生态系统 它不是个单纯的一个项目 在这样的全球分工的情况下 其实你们能完成一部分 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哪怕美国也不是单独靠美国的思想资源 来完成这样的芯片 比如光刻机它也靠荷兰 它的制造它可能需要中国台湾地区 它封装测试 很多都是在东南亚地区完成的 它各个环节 并不是它自己一个国家就可以完成的 没有开放的 全球的范围的合作 是完不成芯片的制造的 另外还有一条 就是在商业上 芯片必须要考虑盈利的 这大规模制造 良品率又高 比如说我生产100个 我里面只成功一个 原子弹你就能成功了 可是芯片不行啊 另外还要有更新的速度 这个芯片现在从纳米28 到14到7到5 现在还能到纳米3 不断地在更新技术 然后呢 大规模制造 良品率这样你就保证 你这芯片它是足够便宜 说是两个问题 一 是不是足够便宜 如果是巨贵的东西 市场没有办法消费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 自主研发的东西 和国际上的最坚定的水平 起头并进 或者落差并不大 落差很大 那也没有意义啊 我们比如说 苏联时代生产的芯片 有一个数据 生产的东西 和美国的时间 一直有五年之长 五年 你知道 在高科技里面 摩尔定律下 那这差距呢 是多少代 解决芯片卡脖子问题 必须继续开放 独立自主的研制芯片 应该说可能性不大 它实际上是需要同意合作的 即使是美国这种国家 也不能独立完成 请不吝点赞